啟德跑道區又有一個新項目買 由會得封、塵基、新世界和中海外合作發展 叫做Double Coast 這個項目比較大 分為三期發展 提供1,590戶 第一期提供361戶 今天推出首批價單78戶 折實赤價最低是15,943元 平均折實赤價是17,899元 入場的開房式265呎 422萬 一房324呎 523萬 兩房421呎 720萬 三房627呎 1,241萬 三房單位最主要是看九龍灣內海 至於開房式和兩房 最主要是看其他空中花園的景 側望一點會看到出海口 和遠海景 這口價和隔離左右賣的價錢差不多 之前也提及過 各大發展商在啟德跑道區都有自己的投資項目 所以他們也看著隔離左右開價 如果我們把視野拉高一點 看看整個跑道區 總共有12幅地 剩下最後一幅地 其中有10幅地在賣 有4個是現樓項目 有6個是樓花項目 他們的首批價錢我們拉到最遠 最有歷史 就是維港一號 他那時候是在2021年6月開盤的 那時候的開盤的平均尺價是22,977元 現在看回當然很貴 那時候買進去的買家 錯了鐵 在虧錢 每一間應該虧100多萬 去到300多萬 第二個樓盤賣的就是 MiamiQ 2022年9月賣的 折實的平均尺價是22,452元 下了一點 但現在看回仍然很貴 所以整個項目賣得不算特別好 去到2023年10月 又開多個盤 叫做啟德海娃 那時候的折實的平均尺價 是19,798元 市場都接受那時候 都賣了百多間酒 去到今年的年中 他又劈了一口價 泡衛森的價錢差不多 我覺得有一點給泡衛森 是更加划算的 賣到現時的成績是相當理想 今年的7月份 新世界的泡衛森就推出市面 折實的平均尺價是17,188元 造就了整個跑道區最便宜的尺價 第一批是賣了九成半 賣得相當好 繼續有成交 每個月都有成交 去到今年的9月 維港商轉開二樓賣 它的平均尺價是18,456元 市場覺得它貴的 所以發展商開完價後 一直都沒有賣樓 純粹掛在這裡 幫隔離啟德海灣推幣 如果算是劈價盤的啟德海灣 那麼Double Close這張價錢 它就叫第三低 我相信這個價錢 它應該可能會賣到一半 尤其是最近個樓市股市的氣氛好 政府又托了市 都一個利好消息 我們今次今日去看看 啟德跑道區的地 是貴的 從內海號目最便宜的地價 就是啟德海灣 那就是11,842元 最貴的地價 就是潘蘇通那時候買的 15,500元 然後它就在2018年 因為財困 將這個地皮 用70億的價錢 轉賣給了佳兆業 然後佳兆業轉手 就賣給新世界 平均赤價是13,800元 看看整幅地圖 看看九龍灣內海 最貴的那幅地 就是貴德峰 Miami Q頭得 就14,502元 其他價錢 都介乎13,000元 我們計算便宜的建築成本 再加少許融資成本 應該大概18,000-19,000 成本價 如果它賣低那些口價 就是蝕著賣 它本身買回來的麵粉 就是貴的 除非好像最近的長實 或者是新地 自己扔自己一刀 蝕著賣走一批 去還回融資成本 到時再慢慢賣 蝕頭詐美的賣法 不過這個又挺難的 因為根據28號的數據統計 整個啟德的跑道區 放尾兩屆的賣賣 是輸過4,500戶的 這個也不算是最差的情況 因為還有一個輪盤 在長實 長實也沒有賣貨 如果長實到時 再開鎮壓 放個心水炸彈 在這一區炸一炸 所有發展商都應該蠻多謝它 我也蠻期待見到這件事 今期的節目就是這麼多 我是Louis 希望我們下日再見 拜拜